在复查皇后去世后,魏英洛得知皇后死因,重返皇宫复仇,魏英洛又开启了后宫开挂升级的人生,他在于非的帮助下成功除掉了纯妃,保得七阿哥被烧死的大仇,然后又擒住耳晴,名誉亲手把耳晴堵死,在复查皇后一向下,大仇的报之后,魏英洛一路又从令嫔到令妃最后升到令皇贵妃,而舍师曼饰演的季后虽然后宫大权在握,却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宠爱,原春王这个一丝丝生子,从来没有放弃过内心的仇� 他为了让乾隆兄弟自相残杀,一直挑拔季后与后宫嫔妃的关系,同时利用红咒对季后的感情和乾隆对季后的冷落来挑起纷乱 在此过程中,四阿哥永成和五阿哥永齐,都成了原春旺挑起争斗的牺牲品,而红咒企图趁乾隆帝南巡之机谋逆篡位,同时陷害五阿哥永齐和令妃魏英洛 最终阴谋被揭穿,季后削发泄分红咒被打入慎行司,最后红咒被自死,而季后被邮拘,从此徒有其名,直到红咒被自死的那一刻 季后才恍然大悟,魏英洛其实之前就看穿了原春旺的阴谋,他不但没阻止和透露消息,却顺水推舟让红咒最终,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整整二十四年,魏英洛从未有一天忘记过姐姐的死,他要红咒偿命,要他一无所有 可他知道,皇帝重视手足之情,不可能杀了红咒,除非他犯下滔天大罪 所以,他用自己的命来赌红咒的命,然而他不知道的是,他的命被傅恒救回来了,而傅恒却永远与他阴阳两格